7-8 做愛心 來喔 來 義脈團喊得用力 後方的柚子堆得像小山一樣高 民眾聚在前頭挑得開心 你買五袋喔 有買五袋 我還要煎出去 八千斤的柚子 統統都是分源鄉 八十歲的徐先生 和七十八歲的妻子 兩人的心血結晶 兩老共同經營一大片的柚子園 不料卻在八月底 因為天雨落滑 連人帶車 墜落五十米山谷 意外身亡 很悲傷啊 超悲傷的 但是就讓公公婆婆能夠 在這樣子的情況之下 陪伴大家過一個中秋節 埋圓的柚子結實累累 卻沒來得及採收 家屬決定 將老人家最後的心血 化作公益一賣 把他們的大愛都給大家了 翻開相冊 七十八歲的阿嬤 整理柚子 八十歲的阿公 烘乾龍眼 快樂的務農 雖然這樣的天倫之樂 因為意外 不會再出現 但家人透過意外的方式 讓兩老的精神 都以意外人間 這次陳盛偉 陳次元 詹景辰 彰化 採訪報導 我們在這次的 更多的 天執